大家好,我是Stan 新人女团Baby Moose的成员阿羊 因为健康问题未能在出道的时候加入 因此网上就出现了很多 阿羊是不是退团了的谣言 但是阿羊终于要回来了 1月25号 YG娱乐的官方YouTube频道 公开了一个杨云色的影片 杨云色表示 又这样突然向大家问候 我们很幸运的看到了阿羊完全恢复健康的样子 从今天起阿羊又回到了YG 正在录制将收录在专辑中的歌曲 想要更快地将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家 所以就这样向大家问候了 而对于出道曲Petter Up 以及2月1号将发表的歌曲Stay in the Middle 杨云色则表示 专辑中将重新收录阿羊参与录音的版本 从mini专辑开始 大家可以期待7名成员完全体的Baby Monster活动了 杨云色最后表示 我们在YG内部大幅增加了制作人阵容 原本只有大约10名制作人 现已有大约40到50人 与以前相比 我们承诺将更加迅速地进行专辑发表 Baby Monster的mini专辑 将于4月1号发布 并目标在秋天左右发行正规专辑 整理一下就是 从4月1号发表的mini专辑开始 粉丝们可以看到 阿羊在内的Baby Monster7人完全体活动了 阿羊恢复健康并加入的4月回归 将会是真正的开始 其实应该要等到阿羊加入后再出道的 无论如何都恭喜阿羊的加入 哇 应该是病得很严重吧 差不多病了半年 现在能够加入真是太好了 阿羊加入是个好消息 但有养颜色通知这个消息真的让人不喜欢 如果想要提升Baby Monster的知名度 我认为首先要做的应该就是擦掉养颜色的形象 期待2月1号 Baby Monster的新曲 游家一底的新歌WIFE被韩国KBS定台评定为不适合播放了 1月24号根据KBS的审查结果显示 由于WIFE的歌词含有过多色情内容 因此该曲不符合播放标准 而另一首预计于29号发布的新曲Ludia 也因提起特定商品品牌而被判定不适合播放了 根据媒体采访 游家一底和曲不娱乐正在讨论是否要对WIFE的歌词进行部分修改 并重新申请审核 这不是修改一部分就可以解决的事情吧 为什么要接受审核 是想用那首歌上舞台吗 一边用歌词宣称女性解放什么的自以为是 结果不能通过审核就修改歌词 这不是很矛盾吗 KBS的审核啊 之前别家爱豆也经常遭遇这种情况 这是预料中的事 反正游家一的通常也不太表演收录歌曲的舞台 他们只表演主打歌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由移动物金美君主演 结合了悬疑动作元素的Digini Plus原创韩剧 Killer Dress Shopping Mall 深陷神秘组织的成人们 不知为何他竟试图摆脱组织 他离开组织后的目的地 是他的侄女成奸所在的家 失去双亲的齐安将由叔叔曾经满接手抚养 齐安的成长经历与其他小孩子不太一样 叔叔一向神出鬼没 唯一交代给齐安的就是要小心他的朋友 收到惊吓的齐安 钻从叔叔的钉鼠没有给他开门 过了一会儿见外面没了动静 齐安小心翼翼地打开了门 却看到了一场杀人现场 齐安与叔叔的日常充满了危机 他总是在逃亡的路上 而每当齐安陷入危险时 叔叔总会神秘现身安全地接他回家 然而数年后的今天 已经长大的齐安 却收到了叔叔无法回来的消息 叔叔的离世让齐安获得了一笔遗产 但这笔遗产的数目却是187亿 透过他的嗨客朋友 齐安得知了叔叔的真实身份室 经营一家贩卖武器网站的武器经销商 齐安与叔叔共度了十年 他却对叔叔的身份一无所知 购物中心的客户发来了信息 不知所措的齐安 只好告知对方无法进行发货 这时一阵门铃声响起 危险的客户们开始了行动 齐安又一次身陷危机 震耳欲聋的轰铃声中 齐安回忆起与叔叔的过去 从叔叔那所学的格斗术 和各种枪械使用方法 没错 一开始齐安就不是什么普通孩子 集中精神 齐安摸索着回忆 举起了狙击枪 在这场充满敌意的环境中 齐安无法分辨敌友 他根本没空管这些 他可以做的只有让自己变得更强大 与来者不善的客户进行搏斗 齐安在穿梭于种种危机的同时 逐渐接触到叔叔的过去 齐安是否能够成功度过这场种种危机呢 叔叔真的已经离开了吗 一场危险的交接 齐安的反击即将开始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对该剧的反应 原作也很有趣 但电视剧更有趣 一东五太帅了 真的狙击了我的取向 第一二集只是在说明故事背景也很有趣 听说真正的动作成练还没开始 想想后面会有多好看呢 因为 今天订购了一个月的 Digini Plus QQ 刚刚都看完了 真的很有趣 快点去看吧 也有一些让人感到悲伤的场景 总结一下就是 Killardere Shopping Mall 绝对是一部令人着迷的悬疑动作大片 整部剧充满了不可预测性 所以 如果你喜欢剧情曲折 充满动作场面的韩剧 绝对不要错过 Digini Plus韩剧 Killardere Shopping Mall Digini Plus韩剧